中蔡英文今天將會針對這兵役延長方案來拍板 那麼義務役將從二零二四年的一月起恢復為一年制 首當其衝的就是九十四年次的義難 好 現在推算回去的話 目前正是高二 高三的學生 尤其高三學生正在準備下個月即將要到來的大學學測 也因此就有學生直呼了 這真是大考前收到的一份崩潰大禮 中央兵役延長方案拍板 義務役將從二零二四年一月起恢復已年制 首當其衝的正是九四年次義難 現在正在唸高二的陳同學說 聽到消息真的好崩潰 很不公平耶 因為不覺得很浪費時間嗎 他浪費了我的時間 然後其他人都是四個月就好了 無奈拿出身分證就是這個九四年次 當兵當更久而且課程更糙了 而回推現在這個年紀大約是高二高三生 心中通通都好苦 我本來好像是從九十五開始 然後突然變到九四覺得好像有點水 就是運氣不太好 四個月其實四個月跟一年其實差了八個六 九四義難錯愕又無奈比比現行制度 不只一期從四個月回到整整一年 陸武訓練也從五週兩百三十小時 增加到八週三百八十小時 並且強調會以實戰化為核心 但也有好消息 在薪資部分全面調整 以一般二兵為例 將從六千元暴增到兩萬零三百二十元 你在外面工作的話 搞不好會賺更多錢 你又在那邊去很痛苦的地方 然後你又賺少少的錢 你覺得這樣是好的嗎 應該不太好吧 這樣很累耶 是可以存錢啊 我覺得是不錯的 會讓人比較想去看 義務一延長排版定案 確定會加硬延續操練 增加體能戰績 兵器教練 戰鬥教練等四大類訓練 雖然有加薪 但對首批義務延長少年 青春時光得家常在兵營度過 恐怕是多少錢都買不回 記者黃教委 王家慶 台北總報道